帶你以為新的 如果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知道那塑膠吸管 喔看到了耶 塑膠吸管最棒啦 環保耶 好方便喔 這幾天應該有一些人心話了吧 同居生活結束以後 你不會再跟他聯絡的 說 說 這不要播出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演出之前 我不知道還可以是朋友 可以 要你選一個 睡到你旁邊 要選誰 哎呦哎呦哎呦 你有五秒鐘的時間 講一百塊啊 我選LOLA好了 因為她很多話可以聊 哦 哦 我們用一號 跟三號 駁個鼻子吧 對 耶 節目要開始了 還不趕快回來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我們這一part還沒有開始 我們就把上一part的獎品吃完 我覺得真的滿屌的 好吃 真的是 人多嘴閘 大安餓死鬼 阿米沒有一個受虐額的表情好不好 你很奇怪耶 根本沒有人欺負你 明明是很爽 好我們這一part要播一個大家應該期待滿久的一個VCR 就是閣下的 我的這個24小時裸體錄出的紀錄片 那應該還好吧 也沒幹嘛吧 就一攤爛肉在家裡看電視 對 旁邊然後肚子折折這樣子 可以在播蛋蛋這樣 沒有啦 這要播那個鳥屎DJ班的第一集 對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B死人企劃 對 真的很B死人 你自己這樣子如果要現在 感受 我其實覺得 憑良心講 一開始我 好好講喔 我覺得阿文齁 這個Move when0988 098821 我覺得是真的蠻辛苦的啦 因為 就很多人就會說DJ就是放音樂而已嘛 其實事實上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放音樂而已 只是 只是看你要用什麼方式去放 然後 我去上課那個老師他們就是很 他們教法就是 我不管你要用輕鬆的方式還是 還是怎麼樣 你就是給我從最基本開始學 就是你就是給我以一個沒有這些器材的時期 學DJ的人的練法去練這些東西 所以一切都是以 我到現在還有80%按鍵還沒上到 不知道是幹嘛的 因為就是在練那些最基本的東西 對拍什麼 然後那些東西這樣子聽起來就覺得 哇原來這麼難 就是現在DJ雖然很輕鬆很多 但是有器材的輔助輕鬆的 但是那是因為科技的發達 但是以前的人是這樣子 對 然後就覺得哇靠也太難了吧 然後 上課也 其實前期還蠻得心應手的 因為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但是 課程越來越加深之後 我每次去 我壓力真的都很大 我出來 我 我在那邊大概兩個小時 每次練都兩個小時 有時候 就 耍到海遲到一下 可能只有一個半小時 這樣 還自己講出來啊 或是有時候已經遲到了 到那邊海峽 欸欸欸欸 有啊抽根啊聊個天啊 這樣子 然後阿文這樣你要咖啡 我就好啊 但是 每一次在裡面都 出來都超累 因為那個要 非常非常專心 集中 其實精神力消耗很大 真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難 其實真的真的非常難 而且 我不想這樣子講 講好像也很優越 但我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沒有天分的人 絕對做不來的事情 這是一個沒有音樂天分的人 絕對做不來的事情 如果你 你非常清楚 你是一個節奏感爛到爆的人 我真的覺得 真的難 基本上我覺得是不可能可以做到DJ 阿倩你覺得可以嗎 阿倩你覺得可以嗎 我覺得我不行啊 我真的不行啊 不是花錢錢來就好 你才是這麼正的商家啊 尊敬你 尊敬你 尊敬太棒了 對 對對對 不要給你搞 但我會射飛鏢就好了 對 剛有意思 我們還來一起喔 我們還來一起 去跟他 好不好 拉個贊助什麼的 叫他請一些專業的 你會射一票 他會放歌 大家 什麼 各私其子 好不好 我還沒有會放歌啊 你可以幫我找一個 或是你直接找他 幫我錄下一集 那什麼屁啊 回下來跟老師交流 喔你都這樣弄了 兩個超專業的這樣 好 那我們就 馬上來播囉 好 聊死DJ片第一集 Go 嗯 各位安安 欸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們講 我看起來太懶散了吧 就是今年內卡貝有一個重大的企劃 因為我們有一個企劃是成長日記 然後就是為了你們個別專屬定制你們的企劃 然後今年的第一個選手是 鳥屎 帥喔 你今天有一個很大的挑戰你知道嗎 你就是要 除了這個 這個每一年都是吧 沒有沒有我那時候真的很好 就是你今年要去當第一隊 雖然我現在跟那個時候差不多 有一個500的觀眾以上的演出 然後在今年要演出喔 不會啊 沒關係要去學啊 而且你還要去做那個 屁啦 找到那麼簡單 找不清楚 那那麼簡單啊 什麼時候 明天就開始咧 明天是情人節 so what so what 什麼時候是演唱會 喔還不知道 而且也不知道你學不學得起來 不行我們今天一定要半成 然後你們各自也會輪流會游喔 不是你的話應該是荒島求生這種 蛤 他會死 他才夠換對調啦 所以我們有結束才換他 換其他人 然後各自會游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如果他在中間的話 我們可能 在排名書之前參加過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喔好帥喔 所以我們Local 唉唷你們選的音樂就很棒了 你們騙斯 選一選 我們要換一張門機表演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到底是什麼玩意呀 一萬幾 好帥喔 他還要翻增 什麼 真的 -I know wha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哈囉 情人節快樂 -你以為是當睡醒了 情人節快樂 -你為什麼要這個臉 很早啊 -現在早上四點了 -這個很早 情人節還是要拍外景 所以我今天是要跟誰過情人節 -今天就是跟我們大家一起過情人節 -蛤 -我們今天要跟老公正式的開始學習 -今天就要開始了 -今天就要開始了 -好來啊 -反正是了不起白亂啦 -不行 -怎麼那麼糟糕的 -我們少來到了柏爾 柏爾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我要去拜見我們的老師 -老師好 -老師 我們今天要上什麼課了 -嗨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沙達課 -然後這是我們這個企劃要教我 -操作所有一切的事情 -以及規劃我們這半年的人生 -班潔雲老師 -大家好 -我們會先告訴你DJ的一些歷史 -沒有用 -一些眼鏡 -比如說像前面的這套系統 -其實它已經 -它這個看起來是個像唱盤的系統 -然後最早期的DJ其實是從唱盤開始的 -那這個唱盤跟現在前面擺的這個唱盤 -其實不太一樣 -差別是在於這是一個controller -它是一個控制器 -真正的一個黑膠唱盤的系統 -它其實上面是有一個唱針 -有一個唱針 -對 然後是要讀取的 -然後這就是一個真正的黑膠 -後來因為儲存媒介的改變 -後來80年代的時候發明了CD -然後CD因為數位化乾淨 -好膝大又小 -所以它就是慢慢普及的 -好我們現在這樣放 -有一個基本的聲音可以聽聽聽看 -喔它超強 -剛剛那個是我的代理師傅 -這是一個hiphop beat -對一個基本的hiphop beat -好 -試試看感覺看看 -我現在要感覺什麼 -先摸摸看 -哈哈哈 -好誠實喔 -但它是這個功能是什麼 -功能其實就是改變的 -比如說 -你現在先試著往上面摸摸看 -你會發現它有一點做出像刷碟的動作 -有沒有 -就像這個小小的盤子對不對 -比如說像這樣操作 -跟這樣操作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旁邊是改變速度 -對 旁邊是慢 -上面是讓它有一點刷盤 -對 因為這個唱盤本身它 -它是會轉動的 -那你可以透過上面去刷碟 -因為你的改變 -然後它有做一些停止 -有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摸這邊它不太一樣 -因為摸這邊其實是為了減緩速度 -你可以看到速度有 -有沒有 有一些改變 -原來是這樣喔 -對 因為歌 -現在是這麼陽春的 -對 早期其實是從這樣子 -然後後來演進成這樣 -那我們要先了解的就是所謂的播放鍵 -這是基本的 -因為這兩個鍵其實是最常要用到的鍵 -對 首先你一定要了解play -然後更換這些刷碟 -變換速度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設計對不對 -因為每一首歌它其實速度都不太一樣 -那有這個設計它就可以讓兩首歌的速度 -讓BPM一樣 -對 讓BPM -BPM是什麼意思 -bit per minute -有做功課了 -一分鐘一個bit耳機在亂講 -那你自己本身會數四次拍這件事嗎 -知道怎麼數嗎 -四次拍是一首歌的結構 -它有一個基本的結構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每一首歌的構成基本上是講過 -因為它的結構很固定 -所以方便DJ在結構的時候 -你看那個技術跟我們都要幹嘛 -都上過歌的結構 -數一下 -一二三 -四 -哈哈哈哈 -什麼 -什麼 -我還用講第一集 -平常在上過 -難道你能剪什麼都已經出了 -那也許有了鼓了以後 -你就比較好數 -我們聽聽看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你一定要知道說哪個地方它才是真正的第一拍 像這個就是第一拍嘛 好 2 2 3 4 3 2 3 4 4 2 它會有一些變化 3 2 3 4 這個變化比較易見 3 4 1 2 3 4 當第一次變成人啊 通常一首歌啊 它其實從播放到出來 因為錄音的關係 它其實都會有一點點空白的地方 對 那這個黑膠也是 我們一般在讀取的時候 它到有聲音的那個地方對不對 DJ通常都會貼一個貼紙 對向那個唱真的位置 然後它貼上去的時候 然後在讀取的時候它就可以知道 那在數位化的情況下對不對 他們怎麼做到 他們就是透過這個所謂的Q點 就是這個按鍵 特別大的這個按鍵 那你會發現上面它有一個 有痕跡的老師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找到它 好 你現在試試看 先試著戳出這個聲音 第一個步驟就是找到你的Q點 很有甜蜜 好像在玩那個開保險商的遊戲 然後找到這個Q點的時候對不對 那這個步驟就是你按一下 等於我們貼貼紙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就可以所謂下自己的第一拍 通常第一拍 通常都是你第一個點頭的那個拍子 那就是第一拍 好像這種 我們放一首前面是很Jazz的東西 的感覺 那 那一般人就會以為說 喔這個可能就是第一拍 但並不是 其實第一拍就是你開始 數40拍的那個時候 你聽聽看 有沒有 請問這剪輯師是不是 其實他也有在玩DC相關的東西 那你現在其實就是要抓到這個 好強喔 真的 然後按下它 對 有沒有 來 那我現在把它重來紅 我們做一次 我們要先讓他們聽他 先聽他了解一下 真的很有天分 因為有的人這樣要找很久 其實像這樣子感覺好像是有了 但是其實你有點踩到線 對差不多 所以我們要 差不多這邊 對差不多這邊 So difficult 好我們現在就是要來進行這個 有五個步驟 需要讓你了解 五個步驟的第一個步驟 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先找到大鼓 就是第一個Q點 先按一下play 對然後我們先找一下 他的第一拍 好嗎 那你找到他的第一拍 那你就要按Q點 好記得手一定要在這邊 對 那我們現在一樣就是把它找到第一拍 好 好 好像貓喔 很像貓欸 對找到了 好我們現在按一下Q點 那你會發現放開它就沒有 對不對 放開它就沒有 按住就沒有 這個特效是怎麼回事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譬如說你按一下play 它就會一直播 它是不是也不會 因為這個其實是為了記錄這個點 第一拍以後 你才可以很準確的按 假設這個聲音是這首歌的開場 那你實際上按得到它有節奏 其實隔太久了 你知道嗎 你根本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對拍 所以第一點第一拍 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現在你要做第二件事 就是找它的小鼓 那你要認識小鼓的聲音 這個聲音是非常重要 好我躲到 好我躲到 然後就把它按下去 一樣按Q嘛 對對一樣按Q 我這時候看好像是可以 你什麼都不會 好按按看 你就會發現你可以打出一個小鼓 像這個就是我們五個步驟的 第二個步驟就是這個 至少要知道大鼓跟小鼓 譬如說我們現在告訴你HQ怎麼用 假設我們在第一個HQ 我現在還沒告訴我HQ怎麼用 真的喔 你太多按鍵了 好我們現在設定了嘛對不對 在第二個地方 它就可以玩動 類似古蹟 有嗎 HQ的重點就是它可以 即時跳過去 像這種設備 環上很多人 他們也需要做到這個 所以像這台環境器 跟這台環境器 設計的理念就不太一樣 這兩個東西對不對 我們現在需要你在更短的時間內 找到它 好來開始 等一下 等一下 太突然了 我們來做一下 其實還沒辦法放開 你已經放歌了 貓雞 好可愛喔 好我現在做一個第三個步驟 就是你現在要知道 找這個就稍微難一點了 你可能就會花 蠻多時間 練習 有的人花了大概 兩周在做 現在這一點 這十五天我亂講的 對 有的人差不多花這個時間這樣 好 這個步驟就是你要先 一樣先找到第一個點 找到好了嗎 好我們現在要做這件事 就是 你聽到小五的聲音 你要拉回來再放開 對 這個有點算是訓練聽力 也是為了 他就會變成懂 大很大 對對對 他就是兩個大 這也太難了 對 哎呦喂 好一樣的位置要正 對 好讓我們現在開始 他自己敲了一個snade的時候 你拉回來敲個切拍的snade 對 對 啊太多了 對有時候就是會這樣 你拉他就會回到很遠的地方 回到很遠的地方 對 就湊過了 就湊過了 哈哈哈哈 然後 這個就湊過 對然後按一下flake 是聽不到嗎 而且要更早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時間 平常打拍 他要一出來你會拉 可是我們表演就表演 我就在那邊找這個 喔很屌 真的很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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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四個步驟要做什麼 什麼還有啊 就是做你要如何去推那個拍子 如何下那個拍子 放出去 好我示範一次 有沒有我把它放出去 聽起來像是一樣 但兩首歌其實我已經放出去了 對 那你現在就是要做這件事 好來 好來開始 步驟就是我們先找到他 那對的時間 我們跑一下 然後推出去 OK 對 好來開始 前後前後前後的時間 把他放到另外一首歌上面 對 就另外一首都疊在一起 好就放出去 好就放出去 但是你 要聽到他們兩個一邊一樣對不對 對 不然拍子會亂 而且你放的時間不對的話他就會 對 那時候就要出去了 對 他其實都是一直在跟時間賽跑 對 好我們再播一次 好來 好來 不是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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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最基本大概兩個試試拍 也就是一個八 因為他一定要對得很工整 不是說只有拍子對到就可以 好 還蠻準有沒有 這樣很厲害 很準真的有天分 我嚇你一跳 為什麼啊 好扯 那我們再做一次 看一下是不是偶然 完了 哈哈 完蛋了 壓力好大 欸 知道為什麼快轉嗎 因為是偶然 好辛苦喔 天啊 前面四個步驟就做這個 好那第五個步驟就是什麼 就是整個前面的步驟 譬如說我們現在做一樣的 好 結束Tango的Remix 真的 結束Tango的Remix 這是我在做的 在對的時間 好厲害 他們推出去後面的都還是在拍 對的時間放出去嘛 這是第四個步驟嘛 但是第五個就是在放出去之前 在小鼓的時候要收起來 最難就是這個 小鼓抓住 什麼小鼓抓住 小鼓放 小鼓抓住 小鼓抓住 嗯 來示範一次 哇賽這很難耶 對這有點難啊 我們先撥一下 OK 好 一八 放 抓住他 對你 很快耶 對這個五個步驟的訓練 其實一次訓練很多東西 嗯 一次 雖然聽起來蠻多 我覺得那個感覺有點像是 天上一直在掉鈔票 在操作的時候 滿有 對 也滿清楚就是哪裡沒有做到 是是是 所以我剛剛的那個小鼓應該是 等於是我不能讓他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 不是不是不是 是非常重要 其實是 也有點在給DJ自己聽 自己抓那個 對他是要找方向 他不是單純只有聲音好聽 耍花招 你不是單純耍花招 他不是只有這樣 他其實是有功能性的 原來日子啊 對 他有功能性的存在 要練習嗎 還是你要喝杯茶 我們可以休息嗎 還是我們就這樣 魔鬼訓練到七月 蛤 製作人 通過你IG喔 現在吧 現在把IG大看 那時候還沒過 那時候還沒過 真的好難喔 這個應該是最難的 老師 講完了第一堂課之後 你覺得你要死他 學習狀況還好嗎 我覺得他是個天才 雖然有點 有點浮誇 但是我覺得他是個天才 因為通常這個 有人請就好 對啊 我們每次去錄影 他都好像在等我 讀習都三個 他本來就有音樂體質的關係 那你覺得他目前 如果照這樣的進度看下來的話 他今年內可以 達成他的目標嗎 就目前這樣看 我覺得是可以的 哇你對他都沒有信心 因為他很進入狀況耶 他就是搞笑之餘 但是他又很陣陣 我跟他講 那時候我們已經被攻擊很多年了 練習的時候 必須練習這樣 必須在鏡頭 必須在鏡頭 保持搞笑 不能哭給大家看 今天上的第一堂課跟練習完 你覺得還可以嗎 我覺得還可以 目前還可以 可是因為目前 老師都有強調 目前是很基本的 那你覺得自己 今天學習完第一堂課啊 給你第一堂課 我覺得應該有個80了 有了吧 至少剛剛五個 我成功了啊 你五個步驟都會了 我只是沒有辦法拉很長 可是至少五個 我都有完成了 我現在就來為他示範一下 如果失敗的話 幫我卡一個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不解僅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兩邊住 有沒有 好像有那麼一回事 可以吧 還行吧 我都 老師畢哥OK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你幫我計時十秒 我要找到大鼓跟小鼓這樣 好 來囉 你要說一遍 對 對不起 重新計時一次 哈哈哈哈 大鼓 小鼓 八秒 嘿 哈哈哈哈 哦 蠻強的 等一下就等於他借了兩個點 老師掃在那邊 還是說 就是他這個是 每一個 每一個歌開始前你要做的事情 然後 老師就是用大鼓跟小鼓來練習 啊 不要 哇 真的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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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亂用 OK 我覺得我有 那五個步驟 那五個步驟我有完成 因為 那五個步驟我有完成 神光界在神光 再最後一次 再最後一次 再 那個 這個 動作 你也不一人啊 大眾會記得刻板印象跟你自己在實際做的時候有什麼最大的差異 我覺得普羅大眾對於DJ的認知其實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看法 大部分可能都覺得DJ就是光鮮亮麗站在舞台上 但其實他們要做的準備工作其實很多 準備歌曲 整理歌曲 甚至分類 但是大部分人都結婚到舞台光鮮亮麗時間 早期因為電影文化那時候在台灣才剛進來 然後其實就是會有比較多的誤解 但是其實音樂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很美好的 它是很自然流露的 那你覺得DJ的使命好嗎? 對我而言是把喜怒哀樂分享給大家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到一個地方放歌 它不是完全都放快樂的音樂 它其實是放一些比較性感的 或者是比較深層的 有時候我們會放一些爵士樂給大家 它其實並不是快樂 但是那時候是客人他們所需要的 我覺得我們的使命就是把好的音樂帶給大家 介紹一些新歌給大家 不是都只是放流行音樂 我覺得這樣很可惜 你身為DJ這個職業 你對於未來的期許是什麼 可以透過這個器材 透過這個操作的方式 因為這樣你更理解音樂 所以你能夠理解音樂 你就能夠分享音樂給更多人 還蠻好玩的 其實還蠻好玩的 然後 帥喔 老師 老師教... 老師教的也蠻詳細的 是 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現在來唱第一堂 講這樣講有點不客觀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都... 我覺得他可以把他蠻複製作用講的很簡單 因為我都聽得懂 然後連阿文都有聽得懂 這是那麼多 聽得懂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蠻適合錄到上的 那你覺得你大概會介意多 他們那個工作室就來教學 這四年吧 這差不多 好 我們拍四年好不好 好 不然就留住了 我覺得喔 我...我還不知道 要是上第一堂 沒有...沒有... 拍到 但你說... 有機會可以... 阿文是把他掃音厲害了 對你呢 那你怎麼還扭去呢 那我剛剛講 問張曲 剛剛老師是... 我安心我慢慢來 我們先把他課學 不然你想要 Meredith 我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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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這樣聽...有點怕啊 這蠻可怕的其實 可以嗎 真的嗎 我覺得你們條件放得有點太嚴格了 對啊 我也覺得 你的目標有點太可怕了 我們的...心態沒有變 我還是覺得你有可能會放水了 等於我... 不行 我們不說死 不說死 不過啦 放水了就像我這個講的 放任何 擔念你 嗯 把汤車看鞭卻 哈哈哈哈 做热餅 ok 就把他來做菜 就冰 好啦 我再留心心真的 加油 看我一副老闆娘那種感覺 哈哈哈哈 給他來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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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太好了耶 可以 祝我來 真的會剪 真的會剪耶 可是真的不簡單耶 真的啦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第1 2集可能還看不出 到底有多難 因為那個老師班農瑩 他一直強調說 這個其實是很基本 可是這是最難的 大家都學得這麼久 可是他每一次教我新的東西 他都這樣講 我現在在練的東西 我覺得 目前為止是我遇到最大的瓶頸 真的喔 他在那邊跟我說 這個都很簡單啦 你熟了的時候都很簡單 屁咧 超難的好不好 我每一次去都學得超難的 喔 真的 那個真的好難喔 真的 真的 他基本上就是 而且那一台機器 它基本上已經 輔助系統做得很好 因為它 就大家可能沒有看到 但是它是 兩台就是數位化的刷碟嘛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螢幕 是可以觸控的 然後它每一首歌的 音波都會在上面 喔 然後BPM也在上面 喔 所以其實那個輔助系統已經 已經是完整到 兩首歌放出來 就算音樂性質不一樣 節奏也不一樣 你也可以看數字 看音波把它調到一樣 喔 可是老師就在跟我說 你就是要當作這些東西都不存在這樣 對啊 然後來練的 先練基本 舅哥你倒車入庫 不能純靠倒車雷打 雖然教練都會直接這樣 來你就踩好了幫我打 喂 真的自己開車還是要自己練的那種感覺 對啊 喔 真的很難 基本的技術 不能太靠電子 對啊 而且我從 我以前就知道 就是DJ是真的蠻忙的 很多人都說 DJ裝忙裝忙 一定還是有一點裝忙 但是我知道他們 大致上會在忙什麼 對 但是實際下 Sherry做才知道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裝忙的DJ 他有可能就是比較有 他還是知道 但是他選擇比較不忙的方式去表演 就跟唱歌歌手一樣 他選擇一個比較不累的方式去 對 把歌唱好 類似這樣 但事實上 基本的還是要會 對啊 喔 真的很難耶 真的很難 那個是 我的人生第一次在音樂方面 大臭打擊的事情 對 我也覺得 真的 我第一次 其他時候都覺得還蠻不會覺得 其他時候就可能 可能會覺得 欸 不容易 但是也還是可以得過錢困擾這樣 喔 這次我真的覺得 我一度覺得 我現在贏了哪一日 我不要給他 我就死了 我是廢物 有那麼誇張嗎 我那個在那邊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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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 放出來 兩個切掉了 對啊 那個 真的很挫折 而且 最可怕的是 它亂掉之後 你也不知道怎麼調回來 對 就是 比如說很簡單 而且你 你有想想看 你表演就是一個live 對啊 不能 你不能 像 對啊 而且你也不能突然切割 對啊 你從來沒有聽過 大家切歪掉的 對啊 你們現在沒有想到 有的人害掉的 那個班傑明那個老師 他就有跟我說 他說 為什麼這些東西很基本 就是因為你要比 DJ要比觀眾先聽到什麼時候跑掉了 然後你要在觀眾已經聽到之前把他修好 所以他才是說為什麼這些要在比如說10秒之內5秒之內 因為這些就是在 比如說我這首歌已經放出來了 我現在這首歌就要把他剛剛叫我那些隨後的東西全部找到 然後他影片裡面是因為只用了大鼓跟小鼓 可是比如說我用的是 比如說大麻煩好了 那你們就很常聽到那種remix的時候 比如說是現在我有打麻煩打麻煩 打打打打打打那種嘛 那個是那些事情 就是他把他全部這樣找好 然後可能一分鐘內全部找好寫好 然後他這首歌播到他覺得可以出那個特效的時候 他再把他打出來這樣 所以他們忙是在忙這些 他們忙的放歌是 歌其實就是放出去沒錯 但他要調那些東西然後全部弄好之後 然後再對的時間把他打出來 然後還要再打回去另外一個cue這樣 而且是兩台嘛 所以是這個播 這個播然後用這邊來對這個 然後對完之後這個播 然後這個把他收掉 換另外一首歌然後再找另外一個去對他這樣 那那個輔助系統上面會有很多就是歌曲資料 然後你就是要去整理一下 那輔助系統一定會有很多 就是讓這種事情不用這麼忙 對啊 但是他就是 我之前有看過影片我印象超深刻 他那個電台在播那個 Megamix 就是超級大 就是這些是無曲大帝國的 那他們是電台在播 那裡面有八個人 後面的人就是瘋狂在挑黑膠唱片 然後兩個台子這樣子 他們就轉過來接 然後就兩邊對對對到 然後就出去 然後馬上帝國一個又翻掉 然後再換後面那張 然後大家就第一次遞 然後就這樣子播 基本上就在揍這樣 八分揍的那種機台 然後每一首歌就十幾秒 然後他們播八分鐘 基本上就狂切狂換 然後狂 然後就把他媽媽上面拿出來 然後再看 他再放上去 然後又在那邊 對對對 然後電話兩人才這樣 很屌 基本上他們就是在做這樣 所以以前那個真的很猛 而且做這樣的事情 孩子是真的是基本的 因為現在的DJ還有混音 就是EQ那些要調 所以會有特效什麼的 那個 剛剛那些事情 這麼忙 聽起來這麼忙 但是一切都只是跟節奏 本來跟音樂還沒有關係 對 真的很恐怖 而且 他們有示範一些東西 我可能下一集才會播 真的是傻爆眼 傻爆 真的是傻爆眼 那天他們都在 我們兩個真的是 兩個一起傻爆眼 欸 請問有什麼事嗎 欸 傻爆眼 太爛斑了 他來他來化解心結謠言 喂 你怎麼心結 你剛剛在拉屎 是不是為什麼你腿上有兩個那個 你剛剛是不是在大便 你剛剛是不是在做大便 你剛剛是不是在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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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大便滑手機 你是大便滑手機 我大便滑手機的時候 然後起來在這邊都兩個紅紅的 然後腳就會超麻 我剛剛是不是在 我真的是去大便 完全被大便 我真的還昨天辦到的 然後我大勒斯 你穿裙子你不要亂動喔 可是這個是褲子 好好好 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 我跟你講 我剛剛去那個暗腳的地方 他抱腳 都抱到超級燙的腳 刺殺肚啊 然後 然後站起來之後 直接是兩道 是黑人的腳 就是那種 紅色的 紅色的 因為他腿很拍大 然後我就說 穿襪子是不是 突然想到你的腿好像很異紅的 好像異紅體質 好 我們已經看完了 對啊 然後本來想說看了 是不是我大便滑了 沒關係 反正上映的時候也可以看啊 你講馬上看 看一場電影 沒差 小英Netflix又摩切啊 可以看啊 今天是播的鳥屎DJ第一集 好啊 我就想看 你回家再看啦 YouTube了 好吧 幫我們沖一個點人 好像要刷新十字可以嗎 沒有 因為剛剛他說 他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 我從小就知道他音樂天分很好 真的喔 對 他怎麼真的幹嘛 你不覺得嗎 因為我們差不多剛好就認識27年 對啊 他小時候就是 比如說我們看劇或幹嘛 就聽一次歌 下一次在看那個劇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主題曲的類型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是很甜蜜 我小時候有這麼厲害是不是 對對對 但我現在想變這樣 我小時候也很厲害 我只要聽聲音 我就在上哪台車了 好屌喔 現在已經喪失了這個 小時候退化都沒有 我現在還是可以看旗袍 就大家知道哪一個雙才會出現 好 總之就是他 我覺得他已經是 我覺得 我自己心裡面覺得 最學得來的人了 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 這種技能 我想不到 其他人 我的朋友 可是他都說很難 我會覺得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其他人應該真的要練很久 我覺得就是要練到反射 對對對 他就是要完全變成一個 手感 就像 投籃 你是多大力氣 你會知道他可以飛多遠 這種感覺 所以那些 在那邊刷 在那邊拉 那個距離跟手感 那個基本上也是看不出來 阿銘剛才說 什麼恐怖 沒有 因為我之前就是去 因為活動去一個夜店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DJ的時候 他上面是只有一台Apple電腦 然後我不知道他對Apple電腦有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好厲害 我怎麼可以用Apple電腦 就可以弄出這些 所以我 所以你知道我 沒有 你剛剛理解我剛剛看到你們這些之後 我就看 我是姓豬嗎 他可能有一台小孩在下面 或是 有可能因為我是在下面 但我就看到那個Apple好亮 然後我就覺得 你下去 沒有 他下面還有 你下次再去一次 然後他下班就 這種下班 我扛一台超大的 推車把他推走 扛兩個女生上來 他們都拿那個鼓針這樣子 這一個嚴重樂器的 偶爾養他們酒 我會不會他們輸來 吃一下 吃一下 然後再換DJ黑盤上去 然後還打那個什麼 太快了 其實那是醉醬 然後再慢一下 他兩邊還要醉倒 我會打鼓針 然後打 快點 他就被指揮而已 他就是 就是很痛 他會那個拉拉還 喝水要趕快趕快 超危險 還不能喝水 他們就要切一根吸管 然後插水可以 誰死了 剛剛他那一集第一集 他講超多的東西 我看的真的是 目正口大 真的 因為就是真的覺得 真的好難 好多東西 好多東西 應該說所有樂器當然都很難 可是 我覺得 樂器它就是原理簡單 可是你要練手很難 對 可是那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連原理都好難 很難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 真的對音樂不太敏感的人 可能會真的 要聽好多時尚音樂 請問飛鏢王 累了 累了是不是 因為我對音樂真的是 很不了解 很感冒 他前面叫我聽拍子 我就聽不出來 因為我們上次去錄那個 對 他有分享 你有聽他分享嗎 他幫我打拍子 是在外面這樣子 幫我舉 我不用跟你講 我就抓外面 跟拍子在旁邊 真的假的 你也在啊 對啊 欸 哪有 我們那時候錄的時候 他也有錄到段 大麻煩的部分 他說大麻煩 我說大麻煩 對 你會被罰我錄了別的東西是不是 現在我也不會可以來 你沒錄的那個 你有錄啊 你也有錄啦 四個人都有錄啦 PS 我有啊 五個人都有了 五個人都有啊 五個人都有啊 他沒有錄 他沒有錄 是他沒有錄 是他沒有錄 他說 那時候阿倩說 他那首歌在唱的時候 他就一直是一直是 然後 知道某一次他們說OK 你就OK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是真偶然 對 真偶然 其實我真偶然 我一直喊到補拍的那個部分 部分 然後最後 解決的方式 就是 我就說你跟看著我 我手揮下來的時候 你就嘿 他就說好 然後就 嘿 嘿 他在那個玻璃外面 然後我看著他玩 等等等等 然後一完結束之後 那個人錄影師就說 幹好屌喔 還可以這樣 我剛剛講了一句話說 不愧是partner 好懂啊 完全知道他要怎麼處理 你是音樂界的手籠 我真的完全不懂 真的 每人太錄就迷路了 因為剛剛 撥到前面我就完全看不懂 我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我這個結束人 他說找拍子 找什麼拍子 開始在 欸好 你要不要找他來一起學啊 我感覺會有另外一種效果 沒有沒有沒有 你的第一圈藝名就叫 千米羅羅亞 我跟妳講 那我好像是代表 這阿憲怎麼樣 他說我覺得他是白癡 不是 有點浮誇的大感覺是白癡 音樂白癡 沒有 老師 我在那邊對著老師 欸還蠻準 還在對著 欸還蠻不準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一定會出來就說 阿憲第一堂課怎麼樣 他說 爛死 好兇喔 你們在跟我開玩笑是不是 開玩笑是不是 可能練習好幾天都不行 這個我覺得一輩子沒辦法 超過分的 超過分的老師 阿憲這樣有機會嗎 應該可以啦 如果投胎的話 太過分了 好 坐假就好了 花錢在下面 我選個下面就好了 阿黃就大 阿黃就大 他就在上面 我上面就在弄弄弄 然後鳥死在下面就沒有 沒有沒有 你可以請別人 沒有 更有錢就說 他媽的就是我鳥死了 大人的力量 三倍大人的力量 我去我去 他那個舞台坐大一點 然後我站下面 還在下面 對你在上面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迷諱的都不對拍 然後鳥在下面 所以我們這個逼死人 也不真的 不能太逼死人 因為那就是不可能 但其實目前為止 我覺得 你覺得有點被逼死了 我覺得我 前幾場有一點要被逼死了 可是現在 因為現在已經上手嘛 所以就已經死了 看我第一集我還 這樣子嘛 在那邊這樣 那你現在怎麼樣 我現在就差不多是一個 這樣子 更糟了 更糟了 我現在至少盤子啊 按鈕我是順的 所以我就不會那麼龜 你知道 這個我覺得最逼的人 還是阿文啊 他很逼 因為我們私底下也是有聊過 我說你現在有沒有覺得 你有逼死自己 他說有 我是很後悔 我說我一開始跟你們講 你的計畫一定不會逼到 我一定逼到你 他說對我錯了 告解大會 你不真的很麻煩嗎 真的很 不過你想一想 有沒有一件事情 是如果真的要錄 要你學 成長到某個階段 你會覺得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有沒有 還是 有嗎 應該 還是我幫你想好了 我覺得應該蠻多了吧 可是 可是 一瞬間又好像想不到 一定有 因為這樣子想的話就會覺得 感覺什麼事情花多一點時間 應該都還是學起來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東西是要突破的 還是有天分的存在啦 跟減肥吧 喔 所以真的多不到 減肥就有一倍的課程 沒有減肥的話 如果有老師在帶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 我覺得我還是不行 如果有老師帶 而且還有通告費的話 我應該可以 有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就是 被錢推著走的男人不行 還付你錢 然後還保你身體健康 有錢能屎六減肥 有錢能屎鳥做任何事情 我是做任何事情 欸你行 什麼事情我都要做 有錢能屎鳥屎推牌 好不好 什麼事情我好不好 我 好 想幹嘛 你剛剛想幹嘛 你剛剛手想幹嘛 想幹嘛 我想說 搖兩個手搖一樣 好厲害 我知道了 就我想說 你應該蠻多的吧 不是 就是如果有個東西真的要你 真的像鳥屎這樣 去學劇人 然後最後可能要有一個懲罰的話 你覺得什麼東西你做不到 我覺得跆拳道 他做不到 我願意做不到 我什麼都願意學啊 欸 願意學跟做得到是兩回事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說我不會 就像 我智商 沒有 智商這個東西 不可以共學 就是那樣 我就說 有沒有一個東西你就想說 哇我這輩子要不是節目這樣子 我真的不會去學 要不是 之前有台歌啊 之前有玩過那個攀岩 可是只有玩過影 大魚攀岩 我真的沒辦法想像欸 欸可以 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我想像出來大魚攀岩這樣 欸那個超累 怎麼那麼出來欸 你是爆屎還是攀岩 什麼叫爆屎 爆屎就是爆屎就是瘋了 買兩個肯德基回家吃 沒有沒有 那是 爆屎 爆屎 態度不一樣 爆屎跟爆屎 哈哈 態度不一樣 太難理解了吧 欸 你是攀岩還是爆屎 爆屎就是沒有繩子 然後比較矮的 有就是那種有繩子比較矮的 而且我是爬那個難易度是1的 然後還是很累這樣 就是因為沒有運作 它是用你全部沒有再用的肌肉 對啊 全部都要用力這樣 是啊 所以就是 如果說你攀岩然後呢成果發表 要你去爬一個什麼山這樣子 徒手 哇好危險喔 很危險 徒手然後沒有安全繩 然後只能戴一個太陽眼鏡 爬到山頂之後 太陽眼鏡丟出去 還沒能夠爆發 M2 馬二聽出來什麼了啦 我老天啊 那還有什麼 就做這個吧 游泳呢 我也不會游泳 因為其實節目上比我做 怎麼感覺比他做事情 都有點生命危險啊 真的不好吧 那你橫渡一個什麼談 人會不見 人會不見 你說做一個challenge 對啊 challenge一下 不然就challenge 以後錄節目 你都要早半個小時到 好像也沒有什麼 你確定嗎 好像也沒有什麼 你確定嗎 那一個一個月開直播 200個小時 我不要 哇 就你感受到那種候補了 你看 好成熟的回答啊 我自己開160 就已經快打不過來了 你在開玩笑嗎 好啦阿倩咧如果阿倩 欸10點是不是 阿倩不管快速講一下 我就唱歌啊 就 你覺得真的很 而且你自己也有 也有心魔了 對我有心魔 因為你知道你不會 應該說 就是我不擅長啦 你已經認清了 對 那阿銘呢 我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惡壺吧 哇你選每個惡壺 還是 在下個月之前全破3kg 我不要 我不要 大人都會答 大人都會答 可以可以 阿倩如果咧 我跟高的東西有關都沒辦法 喔我 就高證 如果要訓練我之後 然後之後讓我變成那種 跳傘的那種 我也沒辦法 真的 我會直接把傘歌打 可是一一集 一集通告會武藝 只要講一個小朋友才講個什麼 欸我 我跳了 武藝還蠻 我都跳了你不跳 應該會跳 應該會跳 還跳兩次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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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跳兩次就想說 那如果跳兩次 會不會有十億這樣 沒辦法 還是 飛機一半 我拿2.51 還是說 我跳下去 閃直接開2.51就好 不是吧 跳一下給我200萬就好了 三樓兩百萬 高度來換算金錢 高度來講 三樓兩百萬 三樓兩百萬 也不要給我護具了 三樓兩百萬 我覺得太少 你一樣費了 三樓兩百萬 我覺得太少了 對 三樓兩百萬 還少 我要五百 一樓一百萬可以了吧 那就是三百萬 我要五百 還要沒有護具 然後一百萬拿去 一樣費 三樓五百萬 我一樓跳八次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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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了啦 好啦我們就這樣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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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那個 那個 有什麼資訊 沒什麼資訊 主持人還要資訊啊 弄不公平啊 我顴骨好酸喔 好像是沒有 沒有啦是不是 記得啊 訂閱按按別人指頻道喔 要罵我們啦 開啟小鈴鐺 沒有罵我們 有沒有被罵 好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有沒有 抖內看一下 十二高麗菜師 壞壞 香港人會有 沒有余表妹 但有謝民還是支持 余表妹最後還是來了 嗨 吸一吸著大家 吸一吸著大家 人家好 來OK Mashe15期待往後的詞影片期望 抖內完就月底 500元4K高興 我們把餐哥僅限今日 為什麼 因為他今天第一怕忘了帶我 我忘了帶 欸 Fren哥500元感謝 當男客邊帶班 三哥邊處理 新鮮 哈哈哈哈 還看錯 好 希望500元 阿文的期望90要抖內 我也有500元 這神樣的後製不得不行 這後製真的好厲害 真的是神樣 真的 他撿了 他視覺話很好 撿了一個月 我的改變是笑 他是默奈喔 他是要理解那些嗎 Mashe500元真的有天分 開始期待各位了 謝某499 阿民晚上吃我鍋 誰啊 你誰啊 沈心麻牌350 Good Mashe 親替靜夜大禹抖一個 好謝謝 酥香菜 150舅舅阿文 定存載100元 即時下載隨時隨地稅 阿文甲幼喔 喔這麼多喔 剩一海滋 100被抖 被炸在抖內 後製計程比較不行 波波變大 100元 抖個支持一下 DJ鳥屎 陳 蛤 蘭德燈 我怎麼會講陳 蘭德燈 叫付100元 Eric要在一樓開個吧 哈敏100元 先才後製 酷妹100元 好棒的單元 期待三人企劃 YM100元 企劃真第一 鳥屎成長 他直接跳過 我問我80元 現在我有打大麻煩 咖啡我腳步出來 哇你真的麻煩大 浩BB50元 然後KUDVKA50元 分母貓鼠50元 96850元 皮膚50元 呼 嗚 哈哈哈哈 蘇香菜50元 謝謝 然後又炭骨長起來 又50元 呃 Razor M50元 然後Marchet50元 Marchet50元 謝謝謝謝 感謝你們 耶 耶 太可怕了 好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節目差不多到這邊了 今天也是 好累喔 今天也是好累喔 每次在這邊主持完 頭頭頭髒髒的耶 那框框可以 前面好開刷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是因為有他的關係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耶 再一分鐘再給我100萬 感謝相信 相信 謝謝相信伯伯喔 好 好像想要錢耶 感謝兩位好不好 然後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呵呵 嗨大家好 大魚 鼓勵 這個紅色按鈕 訂閱 趕快啟嘴 哈哈哈哈 快點訂閱啊 你們趕快訂閱 這樣才不會露見 我們做摘一照的影片 寶寶金華 等我影片 還有摘一摘車 快訂閱吧